今天要把它变成两个按钮,那一样产生一个工作表,把它分开来好了,一个是,所以我刚刚也把它试,再把它做一下,你会看,在高的部分,公式就一串了,所以这个请各位自行再练习一下,那如果我今天用那个截取,这个截取长宽高,这个用资料剖析来做的话,那当然第一个你先彩排一下,第二个录制聚集,录制聚集的名称的话,也许我们叫做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好了,资料剖析的聚集,加一个聚集好了,直接资料剖析,因为后面我们大概,VBA大概就比较困难,我们先做到这边好了,按确定,那再来一,游标先放在B2,Ctrl Shift向下,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一般习惯是用快速键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用选的话,它会录下来东西比较多,Ctrl Shift向下,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做那个资料剖析,那把刚刚的动作再做过一遍,固定宽度下一步,然后用点的,如果点的话特别是要点准,如果点歪了没关系,你可以再移动它 那这个可能要很轻,啊歪了,OK,好,那这个也是测试一下,你这个手指头灵不灵活啦,OK,下一步,再来的话呢,不汇入此栏,这个也不汇入,这个也不汇入,这个也不汇入,它直接就切割,切割完之后,目标储存格呢,改成C2按完成,然后要不要取代,要,OK,就这样完成了, 那就开发人员把它停止一下,再来游标再点到外面,录制第二个,就是也许这个是清除好了,那我们再多一个清除,好,一样了,反正跟之前练习一样,然后呢,一把这个范围选起来,好,二的话呢,当然我们就是在按Delete键就好了,OK,Delete键之后的话呢,再把它停止, 所以我们也录下来了两个聚集,OK,再来一样呢,在旁边增加那个我们需要的,好,这个两个按钮,一个是资料剖析,所以呢,把按钮加上去之后,然后再一个清除,所以清除的话,实际上也是按,把它复制我,我习惯是再贴上,两个按钮就会一样大,再把下面这个指定成清除,好,所以我做出来的效果就会是,我们刚刚录下, 我们来看一下,验收一下,这边到底能不能剖析,按下去,这个时候呢,不过它会跳这个东西啊,您要取代目标储存格内容,有同学刚才有问说,这明明没有东西啊,它为什么一直跳呢,可不可以把它关掉呢,当然可以,怎么关呢,待会再来看,按确定,剖过来了,清除,这时候清除掉了,那里面的话可能第一个,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把它关掉,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的资料变多了,你会发现哦,比如再增加三个,然后呢,假设我在复制三个,那如果你没有做聚集的修改的话,会有个问题,资料剖析,它一样会剖析,剖析下来了,OK,清除,不是,清除不OK啦,OK,那刚刚我录制的时候是, 因为我是Ctrl Shift向下,所以Ctrl Shift向下录制的话,基本上你也不用改写了,因为它什么,Ctrl Shift向下录制的时候,有没有,它基本上也是会有追踪的功能,那如果说你是用选的,比如说B2一直往下选的话,那你就可能要需要改写了,改写,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录制的技巧,如果你用选的,那它会是固定的范围,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 它就会自动追踪,那自动追踪的话,你就不用改写,不过这里的话,还是清除部分还是要改写,因为清除部分,我刚刚还是用选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城市需要有两个地方需要改,一个是什么呢,资料抖析,我希望不要跳这个,那怎么关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清除的时候呢,希望能够随着资料增加或减少,去自动,这个我想前面我们做蛮多, 我就一直强调说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聚集它就是录下来的范围,除非你是用Ctrl Shift向下,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办法用Ctrl Shift向下,你就必须要去改写,所以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的话,资料抖析,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里面的那个功能, 把它让它可以关掉那个,是否取代那个目标储存格,那特别注意,这个跳出来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实际上呢,你要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呢,是由谁去管的,那基本上我讲过了,在Excel里面,你可以透过物件,去控制Excel里面的所有一切动作, 包括这个东西,包括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叫做Alent,Alent的话呢,那由谁管呢,就是由Excel嘛,Excel,那Excel这个整个大物件,它的英文名称叫Application,所以Application里面的话呢,它有一个属性,这个属性的话呢,叫要不要启动这个Alent的话,它的一个属性名称叫DisplaceAlent,那DisplaceAlent你可以把它等于False,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关掉了,所以它等于有点像一个开关,你可以要选择开,或者选择关,都有你来决定,那可是这个叙述要怎么写,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一,我们直接到哪里呢,到资料剖析这个地方的第一行,资料剖析下面,那我习惯按个Tab键,那你告诉他说,哎,你Excel这个物件,所以Application,这个他自己打一下,Application, Appli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 这个是应用程式的英文单字,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把它点一下,不过你怎么知道,说你到底这个字有没有拼错,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怎么样呢 把Application点下去之后 假设说呢 你这个清单有跳出来的话 那恭喜你 你自应该是没拼错 如果说你点下去 发现奇怪 清单为什么没出现 那你就假如是你自拼错了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单字的话 Application点什么呢 要不要显示的话 就打一个Displace 其实Displace的Lens 不用全部拼 你打一个DI 大概就出来了 打一个DI 你会发现哦 其实这个清单里面 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那会自动跳出一个什么呢 Displace the Learn 其实在那个物件里面 基本上 刚刚的同学问到了 那个物件里面 基本上最主要就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呢 里面的属性 属性的话呢 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个 拿着一个手 拿着一个文件叫属性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方法 方法的话 像我们之前有一个什么 select arrange b2.select select那个是一个动作的话 那那个就是所谓的方法 所以在物件里面就两个东西 如果说方法的话 这个东西有没有 它是绿色的图示 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 那我们如果说 那个属性 等于就是说呢 这个物件里面的相关状态 那里面的话 Displace the Learn 我们把它点两下 等于什么呢 等于Force 那你会发现 你打个等号 它会跳出 后面有一项 有点像开关 True的话呢 就是打开 Force的话就关闭 我们理论上是不要那个东西 所以你就把它Force 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它点下去 刚刚会跳一个什么 Alone 现在会不会跳呢 有没有发现 那个Alone就关掉了 不过呢 特别注意哦 那个Alone 你如果把它关掉之后 你要记得再把它打开 不然的话 有一些地方需要打开 那个Alone的地方 再也不打开了 什么地方 像 是不是这边 类似像Lince 这个还是会跳 有一些地方 如果那个Alone 你如果没有把它再打开的话 那它就会没有跳那个东西 所以记得 最后呢 程式里面呢 记得在开头加一个 等于False 关掉 那请你在最下面一行 Endersub上面呢 再加一行 加什么呢 记得再把它打开 那打开怎么打开 一样嘛 Application Display 把它复制贴过来 再等于什么呢 等于True 意思就是说 我在那个地方 先帮我关掉 不要请示 可是最后我要让它恢复正常 不然有时候 以后呢 其他地方要跳 奇怪 奇怪怎么 那个东西就不跳了 因为你把它关掉了 所以 如果你要关 很简单 就是Display Salon 等于False 这样就OK了 这个是第一个改进 所以在我们讲义里面 也有这一行 应该在讲义里面的 第 第41页吧 这边就有一个关闭 跟那个追踪最下面一行 那这个 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背 这个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 会一直跳那个东西 那你就觉得说 这个很讨厌 那你就希望把它关掉 再来的话呢 追踪 我们刚刚一样 清除的部分呢 所以像你会发现 那 range也是一个物件 你把它点下去 点 它一样会有什么呢 会有这些 绿色的方法 然后呢 一只手拿着一个东西 叫做属性 那你大概有概念 因为 这些这么多 不见得每一个都会被用到 但是至少你瞄一下 以后如果你想刚好 这个属性或这个方法 你刚好会用到 那你就拿来使用 你想说 老师那这么多 我怎么全部学 我怎么知道 很简单嘛 你按F1不就好了 我们刚刚不是来讲吗 如果你要用哪一个 比如说你slate好了 这个你不知道 对不对 没关系 游标放在slate上面 按一个F1 它也会怎么样 帮你去载入那相关的说明 啊 有没有 这边有个slate的方法 它这边有相关说明 OK 那意思什么什么啦 反正这个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那主要是这个8 我们现在的范围 它只固定到第8列 下面的不会做 所以有一样的方法 一一样怎么样呢 在这上面打一个 很重要那一行 R等于什么呢 range 那追踪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从A2追踪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如果中间 如果我中间断开的话 如果你这中间有断开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就不能够用这一 A栏当成追踪的依据哦 为什么 因为你Ctrl向下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停在4 那所谓的end range指的是连续的范围哦 那所谓的连续范围就是你中间如果断开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那不是连续范围呢 它就无法追踪到你要追踪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追踪的话 你一定要找一个 那一栏一定是要有资料的 你不能说你中间会有空的啊 那空的它就停在那个空的那个位置的下面 那就追踪不到啊 所以通常我们设定要追踪的那一栏 通常是什么 一定是那个资料里面一定是key啦 比如说编号 key的话呢 一定要有资料 里面不会是空的 那才不会有错误啊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们一样呢 从这边向下追踪 R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range 从那个range的A2去向下追踪 所以这边打一个range 那这个慢慢要熟悉啦 可能刚开始还是会打错字啦 像常常同学就是什么range 少打一个什么e啦 或者什么的哦 然后什么时候知道打错字 那你会发现我打字一定打小写 1开如果第一个字没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你是打错了 有一些小的技巧 点下去也会这样 如果你点下去 假设没出现 那表示你打错的 and 然后空一格 钱瓜糊 然后向下追踪 点row ok 这样的话 然后再把什么呢 把这个8 改成什么呢 改成and r就可以了 and 串接一个 r列 追踪到的 那这样的话呢 以后清除 就会清除到我要的 有没有 这个时候知道剖析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一题大概就改进两个地方 第一个 我要 把那个 显示的那个小视窗 关闭 所以把dispression论属性 等于false 记得 把它关之后 最后记得打开 因为没打开 可能会产生错误 另外清除的话 让它向下追踪 清除到最下面 当然这一题 其实还可以再延伸 比如说这个框线 有没有 这个下面没有 如果说你将来希望也画框线 像相关格式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 如何 因为你将来输出报表之前 可能要自动 最好是什么 自动框线都全部画好 一线按出去就自动完成 全部都搞定的话 那会非常的感觉很有成就感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 后面还会再讲到 如何针对那个框线部分 自动去绘制 这个后面在下一个单元 那个 就是逻辑函数部分 会再提到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两个重点 一个是不要跳出 那一个disprecision 另外的话 让这个清除 也能够追踪到最下面 试一下 那这一题的VBA 我觉得太复杂了 也许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就先打住了 然后 当然如果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后面可以自行再延伸 也许可以把这个聚集 再拖拉一个 自己可以怎么样 打一个VBA 然后可以自行再延伸 也是OK的 可是这一题的话 如果你制定函数 因为制定函数一次 只能return一个 所以长宽高 不可能三个一起 所以你可能 function可能要写三个 一个是长 一个是宽 一个是高 因为它return 只会return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可以试一下 然后VBA的话 当然你可以三个写完之后 全部一次执行是可以的 也是跟类似像用资料剖析的效果差不多 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是延伸的练习题 然后假设你这个资料剖析部分做完之后